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后面的234全部都是我们对应的这些挑战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式 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挑战 遇到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为这个终端这一次会去提供这样一个底层的这样一个支撑 然后终端的话它总体的这样一个业务场景会很多 它会包括我们手机端上面用到的一些消息的一些推送 或者说手机的这个游戏中心或者说应用市场等等 就整体的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场景的话会非常的多 为了满足这样一个业务场景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维护很多种很多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消息堆裂的这样一个集群 因为现在很少会有一个一套消息堆裂 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能力全部涵盖下来 有一些就是业务能力比较多的这样一些消息堆裂 但它自身的这个性能这样一个容量相关的这块的话又会有一些富足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维护很多种的这样一个消息堆裂 就好像我们我们的这个业务 它现在已经使用到了非常多的这些业务上面的这些特性 就好像延迟堆裂死心堆裂 延迟堆裂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去支持任意时间维度的这样一个延迟消息 然后死心堆裂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息消费失败之后 达到一定的一个次数 它可以把这个消息重新投递到另外一个死心的这样一个topic里面去 这些的话呢 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消息堆裂都能支持这些业务的一些特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海量分区的这样一个场景 像MQTT等等这些IOT的这样一些场景下面 它对应的在一个客户端会比较多 是吧 就也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消息堆裂能够承载海量的这样一个分区 然后还要避免分区过多而造成这样一个性能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是我们所遇到了第一个这样一个挑战 然后第二个挑战的话呢 是跟我们的这个云原生环境要相适应的这样一个伸缩的一个能力 因为现在整体来说 所有的这些公司的话都会朝着一个降成本的这样一个方向去演进 我们这边其实也不例外是吧 那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云原生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话 那我们对应的这些中间键消息堆裂 也必须要能够适配这个云原生环境的这个伸缩能力 在这个云原生这个环境下面 最好就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秒级的这样一个伸缩 然后总体的这样一个伸缩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对业务来说应该是没有感知的 不会因为我进行了这样一个扩容 然后会导致你业务的生产消费会有这样一个影响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避免在这个伸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复制 即使出现了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复制的话呢 也不能够影响这个集群的一个可用性 也其实也跟上面的就差不多 就我们不要对这个业务造成对应的这样一些影响 这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第二个挑战 然后第三个挑战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融栽建设的这样一个这一块 我们的融栽建设现在这个大多数能够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我们单个集群 它可以跨多个AZ这样子去部署 是吧 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是一套这样一个集群 但是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存到不同这个AZ里面去 但是这种架构下面呢 它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可能是需要做出这样一个同步的 有了这样一个跨AZ的这样一个网络进行作为这样一个影响的话呢 它整个网络的延时会进行一个上升 这个时候呢 可能业务内测的一个感知又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这个单AZ跨单集群跨AZ这种部署的方式的话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网络延迟导致整体这个性能下降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种这种能够在一个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做这种多集群跨AZ的部署的这种场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部署两套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两个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集群 然后一个部署在AZ1 一个部署在AZ2 他们是两套独立的这样一个主备集群 当我单个AZ出现这样一个故障之后 然后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另外这样一个AZ 进而去保证它的这个通道是可用的 这种方式的这个荣誉的成本是很高 因为我们如果是两套AZ同时去进行这样一个提供服务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水位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问题 就我AB两个同事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我A集群已经挂掉了 然后全部切到B集群来 但B集群没有办法就一下承载A集群的所有的流量 会导致这样一个雪崩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我是两个同事提供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我如果是一足一倍的话 整体它的荣誉的这样一个成本又会特别高 这个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第三个这样一个问题 总体这个荣誉建设的这样一个成本问题 然后第四个是一个资源利用率的这样一个问题 资源利用率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业务的一个背景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消息队列这个分区上线问题 因为所有的这些消息队列 它的这个topic也好 分区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是无限量的 但我们的这个业务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的单一个集群的话是很难承载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分区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话 通常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这样一个服务 把它每个服务部署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集群 在这个进程上面 在物理上面就实现了这样一个隔离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 就是单个集群一个分区上线的一个问题 也可以解决这个资源相互竞争的竞争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我单集群可以支撑一个海量的这些分区 是吧 但是我又有一个很强的资源隔离能力 就是说在我这个共享的这个集群里面 每一个租户 它的这个资源的这样一个分配 我是有很强的这样一个隔离的一个能力的 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对整体的这个消息队列的控制 还有相关的周边的一个运营运营的这样一个监控能力 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场景下 我们可能会使用第一种这样的方式 那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会遇到一些新的一些问题 是吧 第一个就是因为每个服务的集群 它的这个存储资源也好 CPU跟内存这些计算资源也好 它都是相互隔离的 是吧 相互隔离的话就说明我们是需要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需要给每个集群 它都预留一定的这样一个计算跟存储的这样一些资源 是吧 避免它一下子就超过了 这种情况呢 就会肯定就会导致相应的这样一些浪费 因为我们的这些业务 它并不可能时时刻刻 它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流量 然后可以把你的这些计算资源全部吃完 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 就我可以把你的这个存储资源然后可以全部用完 这时候就会有存在对应的这样一些浪费 因为我会要做这样一个预留 是吧 因为我不预留的话 就有可能在一些突发流量的场景会导致一个紧急的一个扩容 我只要一预留 那又会有对应的这一些浪费 那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场景的话 就中端这一侧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一些优化 然后具体的这一些优化的手段跟措施的话呢 我们会在下面的这几个章节里面 由我的同事王小彤 逐一给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讲解 好 好的 下面以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针对上述林提到的我们在消息队列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以及一些解决思路或者是解决方案 当前我们的一个消息队列的话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内部的一些服务间的一个生产系统 常用的一些业务场景包括服务跟服务间的一个一步调用的一个捷偶 然后那个MQTT设备多设备为每个设备创建一个TOPIC这种TOPIC资源要求比较多的一个场景 还包括大数据日子流的一个揭露和分析场景 最后可能还有一些业务有涉及到一些数据对外开放的一个场景 因此面对各个不同业务的很多不同业务的一个需求场景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能使用一套架构来可以解决大部分业务的一个使用场景 以此来减少我们自己本身维护消息平台的开发和维护的一个工作量 因此呢我们基于PASA来构建了一个整个消息队列的一个中台 实现了一套提琴可以支持多种客户端的一个揭露 比如说目前我们使用KOP的一个协议转换的一个插件 可以支持卡沃卡客户端协议的一个揭露 然后呢也可以支持MQTT类似这种TOPIC资源要求比较多的场景 可能每个设备要分配一个专门的TOPIC这种场景的话 也可以支持这种场景的揭露 另外呢还有一种大数据流日子的一个推送的一个场景 包括Flink订阅拉取消息的一个二次分析的一个场景 最后数据开放的场景 我们提供了一个STP对外开放的一个场景 可以满足外部用户的一个消息发送和拉取的一个请求 目前我们基于PASA构建的这个平台的话 还支持各个接入各个数据接入员的一些客户端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认证捐钱模式 目前的话我们对于卡沃卡 我们延续的之前是一直使用的SSO Scrum下256的一个认证捐钱模式 而对于Flink这种大数据常用的一些组件的话 我们继续建议SSO Kerberos的一个认证捐钱机制 然后对外开放了一个HTWES的活的话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OS2TOKEN的一个认证捐钱机制 以此来实现我们当前一套PASA机群可以接受呃可以揭露多种客户端的一个情况 上面讲的主要是我们呃一个消息对接平台服务端的一个呃平台化 然后对于呃我们使用的一对于客户端来说的话 客户端要使用我们的平台的话 我们现在有卡化有PASA 可能后面还会有不同的客户端 但这时候客户端要对接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客户端要对接到我们的平台的话 我们目前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SDK呃封装的呃标准的一些消息堆裂的一些PAPASA等一些接口 来屏蔽业务需要感知我们服务端到底用的是卡化卡还是PASA 来避免说呃我们揭露前的话还要先理解一下我们到底用哪一套SDK用哪套接口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后续有服务端的协议切换 或者是说服务端的一个认证捐钱的模式切换 或者是说服务端用新的新的一个消息堆裂的时候 客户端不需要去改进行一个代码的一个修改改动 他更多的只需要关注我需要访问的是哪一个TOPIC 我需要我需要发送的Key还有Value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一个TOPIC的一个动态发现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目前以延伸的考卡或者不管是延伸的考卡或者帕萨的一个客户端的话 假设我们要一个服务的话要访问多个TOPIC 而多个TOPIC又在不同的集团上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配置很多套的一个在我们的本地文件配置很多套的一个集团地址 不同的TOPIC对应不同的地址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导致互相的冗余 并且在我们当我们服务单发生切换的时候 比如说集群集群迁移机房搬迁或者集群扩收容节点配置的又配置的节点已经失效了或下限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要让业务去修改这些地址的话 在生产环境的话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你不能说因为服务端的一些进行的调整或者协议的切换需要让客户端有工作量去做一些改造的话 这个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因此呢 我们目前使用cloud map 构建了一套TOPIC 注册发现的一个机制 目前TOPIC 资源的一些操作 包括创建分区扩容 迁移 阻备打换 参数 调优 读写的一些授权等等 目前的所有的操作都是需要在我们的管理台 进行一个管理的一个动作 我们会将TOPIC 给名称跟他对应的一些地址协议是卡尔卡还是帕萨进行一个绑定 然后注册到这个cloud map 一个配置中那个配置中心 我们的客户端集成我们sdk 之后 初始化的时候就会去cloud map 里面 获取当前TOPIC 对应的是使用哪个那种协议使用哪个地址 然后再进行一个动态的链接 并且他会注册这个TOPIC 的一个地址的变化 参数调整的一些变化 并进行一个动态重连 以此来减少我们服务端的一些变更 会影响到需要我们客户端去配合 配做一些配置修改和重启 最后一点目前的消息对立平台的话 不同的消息对立的话 也存在不同的一个认证捐权方式的一些实现 包括不同的一些应用场景的话 可能也会选择不同的一个认证捐权模式 比如说大数据场景常用的SSO Kerberos 那对外开放场景 HIV REST的活动常用的 那个OSTO token的还有那个JW token的认证捐权方式 因此我们目前的一整整个消息对立平台的话 统一兼容的这些常用的一些认证捐权的那个方式 我们之前在使用卡奥卡的时候 对于内部客户端的一些消息PubSaver的话 主要采用的是SSO 实况认证捐权模式 在不开启TOS通道传出加密的情况下 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认证过程中 凭证泄落 减少凭证泄落带来的一些按照风险 这个也是满足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 安全加固的一些原则 尽量在不开启TOS加密通道传输的情况下 避免一些性能损耗 也避免客户端需要配置一些证书 来连接我们的服务端 配置证书的场景的话 因为涉及到后续的一些生命周期的一些 证书的生命周期的维护 报证信证书的一些分发管理 因此呢我们在集成PASA的时候 PASA默认没有提供SSO Scrum下256的方式下的话 我们进行那个二次拓展 使得PASA的Blocker KOP 和Bookkeeper都支持 Scrum下256的一个认证 保证了我们给到的一个整个 下距对的平台对外的一个使用体验是认证捐权方式是一致的 然后集成内部的一些交互通信 比如说ZooKeeper PASA跟ZooKeeper Bookie跟ZooKeeper 这样的话 我们都开启的SSO Digis的一个认证 并且通过TOS通道传输 做一个通道加密 来防止认证过程中的凭证的一个泄露 满足我们那个集成内通信的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机制 上面四个章节主要讲的是 我们当前PASA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消息对立平台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兼容那个不同的业务生产点 包括兼容业务不同的一个认证减权模式 包括通过SDK来统一化我们的一个接口 避免业务因为对接不同的消息对立来修改不同的接口 还包括我们的那个TOPIC的一个服务发现的一个机制来减少业务 因为要配置服务单地址要因为迁移来需要修改地址 整个就做了一个通过消息对立的一个平台化 让业务更加方便的揭露我们的消息对立平台 让业务在揭露我们消息对立平台之后 可以得到一个安全可靠的消息对立服务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消息对立平台 对于集情伸缩能力的一些解决方案 之前我们的架构设计上采用了卡尔卡 来承载我们的消息对立平台 对于卡尔卡集情呢 当我们集情节点因为CPU高或者磁盘将满的情况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扩容节点因为卡尔卡默认的情况下 是不会自动迁移分期副本对应的卡尔卡节点 因此呢 新扩容的节点在加入集情后不会立即处理业务请求 不会去分发业务的不会去处理业务的一个一个请求 需要用为主动去触发托贝克分区的一个重并横 将分区副本迁移到新扩容的节点 比如这里新扩容的节点是需要从节点123同步一些分区副本 这样子节点是才能承担一些客户单的一些流量的请求 到的123节点也才可以释放一部分的磁盘空间和降一些CPU负载 数据迁移动作的执行需要设置数据拷贝的一个限速 但是人工期设置的可能又存在预估不准确的场景 对于数据量比较大的集群 如果预值设置太大了容易出现同步的数据 以现有的一个用户写录的一些请求增强资源 影响客户端的一些消息读写 但是如果限速一直设置小了呢 又可能导致整个数据同步迁移的时间过长 整个迁移过程是需要人工去值守的 因此目前我们对于卡卡平台扩容的解决方案是 如果可以通过扩容CPU或者是增加磁盘空间的方式来解决的 我们一般会在现有的机器上直接升配 比如说是修改它的一个主机的CPU规 CPU规格或者是在也信用的磁盘上 只增加一个磁盘挂窄的一个空间 如果通过扩容CPU或者增加磁盘没办法解决的 我们一般会重新搭建一套集群 不会在现有的集群上去再去加节点去做数据同步 我们会在原有的机原有的集群上脱皮可通过我们的管理台修改这个脱皮可对应的集群地址 将部分脱皮可或全部的脱皮可全部迁移到新的集群上 以此来规避也有集群扩容 节点需要迁移数据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新拉一套全新的集群然后来迁移流量的话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因为成本 随着业务流量的一些增长的话一个业务可能需要维护多到集群 对于开发集群扩容场景需要迁移数据的问题的话 Parsar在架构上使用了Bookkeeper进行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节点 天然的解决的我们集群扩容需要迁移数据的场景 Parsar的架构模式下新扩容的Bookie节点 Blocker感知到新的Bookie加入之后 新的Bookie会立即参与新的Lagio的一个复本分配流量基本会均匀到所有的节点 而历史数据呢也会逐步的过去掉 最终可以达到每个节点数据的一个动态动态均衡 延伸的开发集群增加节点迁移数据的情况 整个集群的扩容可能需要耗费几个小时 而我们做了一些改进的话 我们采用全新搭一套集群 然后再去拆分TOPIC的情况的话 可能也需要几十分钟 但是使用了Parsar之后 新扩容一个Bookie节点目前可能只需要几分钟 另外呢 那个Parsar和Kawaka在流量动态均衡方面的话 也存在一些差异 对于Kawaka来说 Kawaka在使用过程中 创建了TOPIC之后 TOPIC的分区 基本上就是跟Blocker绑列固定下来了 Kawaka创建TOPIC之后 TOPIC分区副本归属的Blocker Kawaka Broker是固定的 因此在三副本 Mini Insync 等于2的情况下 故障超过两台机器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部分分区 没办法提供写入的一个操作 这种情况下 又需要认为去重新设置分区的一个副本分布 来重新让这个分区变成可用 另外呢 Kawaka在分配分区副本的时候 也是简单的基于当前Blocker所承载的一个 已有的一个分区数量 来做一个分配的一个条件 平均分配到每个Kawaka节点 因此对于流量不均匀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会可能会导致Kawaka对应的Blocker节点 不是特别均匀 又会陷入分区副本需要去人工干预去动态平衡的一个 一个模式 现有的解决思路的话 目前的话也是一样的小基金运作 尽可能让不同服务的TOPIC 创建在不同的基金上 从物理上隔离 但是带来的问题的话 也是一样的 是多基金的一个维护成本 对于PASA结果Blocker计算节点 可以动态的根据负载 来ROAD和UNLOAD 一个TOPIC的一个Leader 因此呢 当部分节点故障的时候 之前归属于这个Blocker提供服务的 会重新均衡到其他的Blocker节点 不会导致TOPIC分居没法提供服务 另外呢 对于节点负载不均的情况 目前有几种重新分配的算法 但是呢 凡是涉及到程序自动均衡的机制的话 免不了要考虑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平衡的余子设置成多少 设置大了呢 可能会很难重新平衡 但设置小的话 可能也会过多的过于频繁的触发这个重平衡 另外呢 也要考虑到一些协调一致性的问题 比如说平衡的结果 怎么在Blocker间达成一个共识 目前我们在实际使用的一个过程中的话 就发现目前的一个 基于均值的模式的一个 平衡模式的话 可能会存在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我们当天有9个节点的情况下 每个节点的负载一开始都是60% 当我们重启一个节点 该节点的负载降为0%之后 其他节点的话均衡分配 重启集群的那个负载之后 其他节点都变成了 67% 但是依旧还依旧还是小于70% 因此当我们9个节点 9个节点的一个集群 重启了一台之后 就会变成 持续的只有8台机器能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目前呢 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场景也优化了 也重新优化了 从平衡的一个算法 也即将提到到社区 下面介绍一下 消息队列在高可靠设计组绑情况下 需要满足单AZ故障 情况下还要保证消息队列可用的情况 我们对于卡沃卡和PASA分别是做怎么设计的 之前我们使用卡沃卡的时候 目前目前采用的是三副本加ACK等于ALL的方式 然后我们的Blocker基金会分布在三个AZ上面 并且我们会开启这个基加感知 每个Blocker 每个TOPIC的分居负本 会均匀的分布在三个AZ对应的Blocker上面 目前呢 对于卡沃卡ISR数据一次性的算法 数据的一个写入过程的话 需要等到ISR列表里面 所有的Blocker节点全部同步完成之后 才会返回响应给客户端 因此呢在AZ网络存在波动的情况下的话 目前的话对于卡沃卡的性能呢 目前对于卡沃卡数据写入的一个性能和实验的话 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波动 但它的优点的话就是高可靠 可以容忍单AZ故障 也不会影响你消息队列通道不可用 另外呢对于PASA的一个高可靠 高可靠的一个集训组组组的话 同样三副本的情况下 也需要保证单AZ故障的时候 消息队列通道可用 因此呢我们目前会给我们的Bookie 存组节点打上一个AZ的一个标签 当Blocker在创建Nagio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从可用的Bookie中 另一选择一个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第一次选择的是一个AZ1的Bookie 然后第二个副本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排除AZ1下的Bookie 然后再从AZ2AZ3中任意选择一个 假设我们第二次选择的是Bookie3 第三个副本的选择的话 我们会排除Bookie1 对应的AZ1AZ2的所有的Bookie节点 从剩余的AZ3中选择Bookie5 最后我们三个副本选择的那个Bookie1 Bookie3Bookie5分别会落在AZ1AZ2和AZ3里面 AZ1AZ2等于2的情况下 可以确保另一两个AZ写入成功了之后 才会访问给客户端消息写入成功 另外呢 对于AZ级的故障 我们NagioNagio的第三副本的选择 我们会进行一个 默认会进行一个降级处理 就变成从两个AZ里面选择三个副本 因此呢 帕他对于Kawaka的一个改进点 帕他的数据写入可以 做到两个AZ写入成功及返回成功 但是呢Kawaka的ISR机制的话 他需要等待ISR列表里面的三个AZ 同时写入成功了之后 才返回成功 相对于Kawaka的一致性算法 Pasa的数据写入对于AZ间的波动 AZ间的网络波动的影响会相对比较小 目前呢在业务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话 除了高可靠 数据高一致性的场景下的话 还有一些EU对于实验的要求 可能会比较高 业务可能会允许在单一在故障的时候 数据出现少量的不一致 但是需要保确保消息对接通道可用 就是对于数据可可用性要求比较高 但是对于数据一致性的话 允许一些极端异常情况下的话 出现少量的不一致 但是不能阻塞业务的一些消息的一些 不能阻塞业务的消息收发流程 因此呢我们还基于卡奥卡和帕萨设计的不同的一个 主网模式 对于卡奥卡来说 一旦涉及到一旦涉及到一个集群 跨AJ部署的情况下 AJ间的网络波动会导致数据写入的一个实验不稳定 因此呢我们还基于 我们还基于卡奥卡和帕萨设计的不同的一个主网模式 来满足业务的一个低实验 可用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场景 对于卡奥卡来说 一旦一个集群不同的节点处于跨AJ的一个状态的话 跨AJ间的一个网络波动的话 会对卡奥卡的一个写入时间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因此呢我们目前会为业务在单个AJ里面 部署一套独立的集群 然后在另外的一个AJ 再部署一套对等的一个逃生通道的一个集群 逃生通道的集群主要是为了保证 AJ故障的时候整个通道可用 业务的客户端可以将消息写到另外的一个AJ里面 当AJ1发生集群故障的时候 客户端会主动的切换到AJ2的这个逃生集群 进行一个消息的收发 然后在AJ1恢复的时候再进行一个回切 还有一个AJ1和AJ2这两套集群 是完全独立的两套集群 集群间的话不会做数据 默认不做数据同步 只做那个通道可用性的一个逃生 不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该集群主管的优点就是 Blocker的节点 卡卡Blocker一个集群的节点 都在一个机房内 所以说性能还有实验是相对稳定的 但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AJ1故障的时候 集群没办法提供服务 因此我们需要在AJ2搭建这样一套 对等的集群来保证通道可用 然后这个就带来了一个平时的话 就是一个空闲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资源浪费 并且在切换和回接的过程中的话 数据的顺序性的话也难以保证 而对于PASA来说 那是上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对于实验要求比较高 允许单一这些故障的情况下 数据少量的一个数据部椅子 然后也要保证那个通道可用 不足这业务消息的收发流程 因此呢我们居于PASA重新设计的一个 两AJ的一个部署组网 我们在开源的版本的基础上 优化了跨AJ的一个标签能力 支持也给Blocker打上一个AJ的一个标签 进而优化了在创建Nager的时候 Buki的一个选择策略的一个优化 首先第一个副本 我们会从所有的Buki里面 内衣选择一个 假设第一次选择的是一个Buki 然后第二个副本的话选择 我们会排除AJ1的Buki 然后从AJ2中内衣选择一个 假设我们现在选择的是Buki3 第三个副本的选择 我们会排除Buki1和Buki3 对应的AJ1 AJ2的一个Buki 发现没有其他AJ2的Buki可以选 进行一个降级处理 降级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就会呃 词别Blocker对应当前的一个AZ标签 去选择AZ1 AZ1剩余的未被选择的Buki中 那就是这时候就选择Buki 结果AZ1的Blocker他选择的副本的话 会落在Buki1跟Buki2还有Buki3 Buki1和Buki2又归属于AZ1的 这样在AZK等于2的情况下的话 在跨网络在跨AZ写入网络时间大的情况下 本AZ的两个数据写入成功 这个时候也可以那么数据 就是写入成功了 牺牲了单AZ故障的时候 可能导致少量的数据不一致 就是当前假设AZ1故障的时候 这个时候AZ1的两个副本 已经写入成功了 但是AZ2未写入成功的情况下 这时候AZ1发生了故障 牺牲了单AZ故障 可能导致少量的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下 也可以保持比较低的一个实验 PASA当前这个组网的改进的话 就是单AZ故障后集群能够可用 数据一致性的也会相对卡尔卡来说比较高 而且不需要向卡尔卡 去构建一个1比1的一个讨程通道 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以卡尔卡单AZ内部署的话 可以在保障低实验的同时的话 提高的一个数据数据的一致性 相比卡尔卡另外一个AZ的一个 完全空前的一个状态 PASA两个AZ的方案的话 可以充分利用每个集群的一个资源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源使用率 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消息队列平台的一个逃生方案 前面也有讲到一些对于卡尔卡集群的一个逃生方案 目前是采用构建两套对等的集群在AZ部署一套集群 在另外的AZ也部署另外一套单独的集群 在切保一个AZ故障的时候 业务可以平滑的从平滑的切换到另外一个AZ集群 但是对于PASA来说的话方案上有点差异 目前PASA的集群都是两AZ或者三AZ部署的一个单套集群 对于两AZ部署的集群为例的话 单AZ故障的时候 这个时候集群不会立即切换逃生通道 另外一个AZ还可以正常的处理业务的请求 这个时候整个集群是可以降为单AZ对外提供服务的 但是跨AZ部署并不代表就不会出现问题 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些案例的话 比如软件版本有为一些未发现的bug导致无法快速的修复 或者说集群的自动恢复慢 长时间无法对外提供服务的 还有比如业务集群持盘达到不可以抑制的时候 没有及时的扩容 导致整个集群不可写的一些紧急状况 当出现单AZ故障的时候 另外一个AZ由于日渐不足 无无法承载存量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请求 而导致业务受损的 种种情况的话都表明逃生通道在关键的一些时候 还是可以为我们快速的提供一个消息消息兑列服务的一个逃生 但是我们在搭建的时候的话 跟考卡的逃生还是有点区别的 目前PASA切换逃生通道的概率还是比较低于卡布卡的 因此我们在构建PASA逃生通道集群的时候 默认采用的是共享逃生集群的一个方式 无需一比一的一个建设 以此来减少逃生集群的一个资源建设成本 前面的章节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卡布卡集群 由于在现有集群扩容节点的话需要签议数据 不够方便 因此当服务有扩容的诉求的时候 我们会为会为这个服务去新搭一套集群 这样子的话就可能该服务的话可能就需要维护多个集群 而且集群的规模集群的规格也都会不太相不太相同 另外不同集群间的话 目前是属于物理隔离的完全独立的一些集群 资源不做共享 因此业务的各个集群的cpu内存 包括磁盘的一些使用力的话都不太相同 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 特别是对于一些小规格的集群的话 目前是无法应对一些业务出发的些流量 无法做到一个动态伸缩的一个能力 因此呢 有一些服务可能就需要经常的去搭建一个新的集群 经常的去修改一些集群的规格 经常的需要去做一些集群的一些topic的一个流量一个拆分 这就会导致整个业务的一个认为成本会比较高 在我们消息队列容器化的时候 由于PASA Broker计算节点是无状态的 比较容易的就可以实现容器化的一些管理 容器化了之后 我们支持动态伸缩容器化的broker节点 也可以根据业务的容量去调整broker计算节点的cpu 或者是内存规格 也可以增加或者减少broker的节点个数 以此来达到一个资源利用力的一个最大化 此外呢 我们还针对于PASA搭建了统一的一个bookkeeper存储词 通过词化的一个存储的话 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集群的一个存储资源 也提高了应对突发流量的一个一个承载能力 最后的几页内容 主要讲了PASA集群跨AJ的一个部署方案 共享逃窗池的一个方案 目前这些方案都是在确保整个集群架构 可靠满足可靠可用的一个情境下 尽可能的呃 再做一个资源使用力提升的一个方案 减少我们当前对一些集群的空闲集群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 尽可能的构建一个共享的一个逃生集群 尽可能能去构建一个呃快速能够快速弹性伸缩的一个能力 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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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观看